說真的,現在香港如果是用農耕的生活去賺錢 就不可能了 就是要維持到少少生計 這些地方是越來越少 我叫曾偉業,我是荔枝窩村的村長 我們的祖先大概來了四百年 我就是荔枝窩村的十三代人 這個… 這個是我嗎? 這個是我爸爸 其實我2011年開始做村長 因為我爸爸也是上一任的村長 當時沒有人做 就這樣被人推出來 香港沒有什麼荔枝窩人 你問這張什麼時候? 一百年前 這張照片是六十年代 之後,村民逐漸國內的開放 令農作物都賣不到價錢 還有種東西已經在香港來賺不到食 當時很多最後的一批村民 都去了外國謀生 是發生了福間的永續荔枝窩計劃之後 今天多了很多香港的農夫 還有喜歡這種農家的藝術家 都走進來 我們都將他們稱之為新居民 嗨 有咖哩葉醬醬 就是這個咖哩葉 用果來做雪條 新居民搬來住 對這村子的復蘇 以及吸引人的地方 很多自製的農產品 都有出品 其實原居民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得到很多關注 很多基建 很漂亮 漂亮 漂亮 她上個月一百歲 都擔心大家文化上的衝擊 原居民始終和城市人 是兩個族群 其實他們在城市的新事物 新的東西都會帶來 讓我們原居民慢慢學習 香港以前也是一個老間社會 其實荔枝窩來講 做了一些荒廢的農田 裡面重新重現生機 這裡有些蘿蔔 那邊有些紅蘿蔔 這邊有些芥菜 那芥菜客家人多數是鹹菜 其實可以讓香港人知道 香港的農耕生物是還可以生存的 尤其是我們現在用一些更科學 更加環保 更加有機種植 我們現在剛好種了幾年的咖啡 也在明年大修成 成為了全香港最大的咖啡園 其他人 期待留下什麼給下一代呢 就是留下一些好的傳統文化 客家的傳統文化 現在我做一個村長來講 學到很多東西 還有人平靜了很多 就夠了